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個圓 這個圓通過這一點 然後呢 這兩條直線 都是這個圓的 對稱軸 那麼他問說以下的 敘述哪個正確 等於是他要求DF 好那我們就把 DF找出來 那怎麼找?首先我們把圓心找出來 因為他說 這兩條直線 這個我隨便畫 這兩條直線都是他的對稱軸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的 對稱軸一定是通過圓心 那麼所以 圓心就是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我們先把圓心找出來 我們用代入消去 就歪點這個 把它帶進去 就根號3 X 這個是根號2 X 減2 根號2 減3 這是Y 再減掉 2 2 根號3 減3 等於0 那現在的話呢 這裡有個負負得證 這裡有個證3 叫負3 這可以消掉 然後呢 再來 這X的部分 這根號3 X 根號3 抽出來 根號3 減掉根號2X 然後呢 常數的部分 這負負得證 就是說 這是加多少呢? 這是2 2 根號2 減掉2 根號3 這個等於0 那這個的話呢 又可以抽出2 我根號2 減掉根號3 那根號2 減掉根號3 跟它差一個負號 那我把它約掉以後 就變成X 把它約掉 那這個就變成負1 X的話 減掉根號2 等於0 這約掉以後 這兩個都除以根號3 減根號2 的話 這個除以根號3 減根號2 是負1 所以 X減2等於0 也就X等於3 2 也就是說 圓心坐標 是 X坐標是 X等於2 那Y呢 Y的話 把它帶進去 Y等於3 9 9 21 假設是這一點 A 這個是 2 通過 這個圓 所以 這個就是半徑 半徑 R 也就是說 R的平方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這個減這個 7的平方 加多少呢 這是21 這個減這個是24 24的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49 加多少 24 乘以24 16 9 8 4 6 這是7 576 加576 這是5 8 12 6 6 25 加上5 7 6 等於6 25 也就是說 它的半徑是25 所以這個圓方程式 我就可以把它寫多少 寫成這個是 X 減掉2 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Y加3的平方 4 等於多少 等於625 等於625 那我把它展開以後 我就可以 那個 對應到那個 DF 我把它展開 就這裡有X平方 這裡有個Y平方 交差項是4X 交差項是多少 6Y 然後這個常數項的話 這是加多少呢 2得4 3 3得9 減625 這個等於0 所以這樣DF呢 就全部找到了 等於0 好 那我們來看選項 第一個選項 他說D等於4 D就這個 D的話是負4 不是4 再我們看了1 1他說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他說1等於6 這個對 這個就1 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F等於612 F的話 等於612 那我們看看 612不對 F的是這個 這個一定是負的 不會是正的 那我們看看 這是625 減掉 13 是612沒有錯 不過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所以612也不對 應該是負的612才對 這13減625 這樣看第四個 DF D加1 加F D加1加F的話 這個D的話 是負4 加6 F的話 是612 負的612 那這個等於多少? 610 這好像是 這是2 減掉612 等於乎的610 這個對 這個是等於乎的610 所以第四個選項也是對的 我們看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他說 R是等於25 這也是對的 這是25的平方 這是半徑 第五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245 應該要選245